四条望楼越来越普及 民众消费对于实体的店面 专用头过望楼来买东西 这也让刚一期 有将近25年列宿的菜店 读书人文化广场 要临到经营的困境 决定要在六月中算结束营业 当时也在在门口来打资 要来专业打买的各个市 消息团执后 是让北京的家议民众感到很可笑 纷纷百厚多 这几个月的营业时间 荣业菜港当时也来欢迎到过去 赛菜店的日记 民国80年开幕的读书人文化广场 因为地点位置在市中心 过去又赞金经营客书中心 是很多各个人 信念过程当中 不能缺乏的记忆 团执要结束营业的消息之后 专业打买 一年几个天 都荣业人的民众要来菜港 几个头前是卡满到 但要算钱的民众 一个月多月来买两次 所以你知道他要结束营业 对对有看到这个公告这样子 你会觉得好 对对对因为我常来买 还想说问他们下次在哪边都 我们再来买这样就可以 民众一会就是贵仔本菜 希望用实质的行动来够来店家 也有不少的老公客 放下来这一段营业的时间 想要来中文过去 赛菜店的会议 店家也就会在问候 来设计留言簿 让大家可以删下心情 在菜店刚做二十多年的玩家 说到要继续经验 心中经感不感 大部分都是回味的很多 然后很多人在那边留言 就是可是也有些人根本 真的难过到讲不出口的也有 然后就常常来 这几天好几个人请假来 有一些就是谈恋爱在这边的 不然什么的 因为其实有时候 那时候年轻人约会地方 所以就这样 那你好像也很舍不得 我个人在这边待了二十三年的书店 所以非常喜欢书店 所以就怕下去点 读书人文化广场 为了要称呼唇 不然窃益是全民七十七 他要在六月中生进前来继续营业 因为大观景改变 让出版索业 没喝到喊丹 也让别碰到其他人 广东驾过二十五年的路选择 不得不人疼来继续营业 三个月驾入力数 世新新闻 中华民王乡山 刚以期 蔡宏博德